嗨 大家好 我是 Tyler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買房子的這個故事 我一直都想要有自己的房子 可是因為想要擁有自己的房子 這件事情我覺得 對年輕的人來講 是一個比較遙遠的目標嘛 所以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買儲蓄險啊 會把錢定期存到一些地方這樣子 可是一些地方就銀行 然後反正就是 一直都有在念頭 但是其實存錢的速度 本來就沒有很快嘛 那可是後來因為跟老公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是兩個人一起存錢 所以那個存錢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而且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你要不要自己講 你年輕的時候你的同學都愛買房 就只有你沒有買房 我有買儲蓄險啊 但你沒有買房 老公以前在新北市當警察的時候 居然錯過跟他同學一起買房的時機 他的同學們那時候一兩百萬的套房 買在那個土城 離開土城的時候 他已經漲到四百多了 然後他同學現賺兩百萬 再把那個房子賣掉 然後同學就再去買了中房 這樣 whatever 反正老公呢 就因為從他的同學身上 學到了買房會賺的這個觀念 所以他就一開始一直存錢想要買房 這樣子 大概在18還19年的時候 去南區辦事 然後就在路口看到一個房仲在發傳單 他手上那間房子長得蠻漂亮的 就是我還是喜歡這樣子 然後老公就說 欸喜歡不然我們就去看看啊這樣子 我說瘋了喔這個房子是透天啊 然後快要兩千萬 怎麼可能買得起啊 老公就說 買房可以先看 不是說你去看了就要付錢這樣子 然後真的就是在看了那間房子之後 然後我持錘了這個想要買房的這個理想 這樣就開啟了這個開關 當然那間房子買不起啦 而且又是透天 我其實住透天住了這六年來 我的心得就是我不要再住透天 有幾個原因 一透天是就離地面太近 離水溝太近 所以會有什麼蟑螂 老鼠 螞蟻 比起大樓來講 這個問題會再變多 然後離鄰居太近 離車子太近 離everything 都太近 這樣就是後來我就覺得透天有點煩 那透天有一個最大的優點是有土地 可是我沒有後代 對我來講 好像不是一個特別加分的項目 所以我就直接鎖定了要買大樓 那我們大概是從那個時間開始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有辦婚禮什麼的 我們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 無聊就滑滑那個591 然後看到房子的話 我們就想說 欸不然我們今天週末沒事 你知道人家是情侶去散步 會去跑店 我們是去看房這樣 然後我們就無聊會去看一下房 但這件事情不頻繁啦 就是可能一個月看個一兩間這樣子 有一天老公突然在591上看到一間房 就那個格局 什麼一切 都完全符合我們的需求這樣 然後老公就把他 立刻丟給我們的房仲 我們當初要看房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看吳小白 就是完全不了解房子 所以我們剛好有一個朋友是在做房仲 我們就這邊就叫他小鄭好了 然後小鄭他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 那我們就一直把看房子這件事情 算是委託給他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突然看到這間房子 然後就覺得 哇這房子很讚耶 雖然他的價錢是超過了我們的預算 因為我們的預算一開始是從600開始看齊 可是你知道那些600的房子 你看一看之後你就會發現 哇600能買的房子好像就是在及格邊緣 所以我們才慢慢的往上修往上修我們的預算這樣 但是我們的預算真的就是不能破千 可是這個房子破千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會跳出那間房子 因為老公首次把金額調到1000以上 所以才跳出那間房子 我們後來就覺得說反正先去看嘛 然後我們就看了那房子之後也蠻喜歡的 然後就想說看能跟屋主怎麼殺 可是屋主那時候一開始其實不太願意鬆動 而且屋主人在北部 他就說我這房子現在還可以租人啊 那我也不急著賣啊 那你要砍到那個價錢我也沒有辦法接受啊 什麼的 所以這個談判就算是有一點小破局 而且那個時候屋主還跟我們講說 欸你們真的不看的話這房子會賣掉哦 這樣你們要不要就再加一點預算啊 跟父母借個錢啊什麼這樣子 但因為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不要跟父母借錢 我買自己的房子的第一個條件就是 絕對不要跟父母借錢 我要百分之百擁有這個房子 我不要就是有父母的權利在裡面這樣 好吧外分 後來我們就跟他說沒關係 我們不急 我們的那個租屋的那個租月還要好幾年才會到期 我們沒有關係這樣 所以我們就毅然決然就去看其他房子 然後我們這中間其實看了蠻多有趣的房子耶 我記得有一間是紫晶城 那時候我不是來跟你講說哇好讚哦 就人家以後如果你是欸住哪 我們就喔是紫晶城 可是紫晶城的那個地點不是很好 然後重點他格局超怪 他光是一樓大廳的格局我就不行 我要看一間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想看樓中樓 所以那時候有找一間是 三米多的房子坐夾層的樓中樓 而且他樓中樓多奇葩 他坐在門一打開進去 然後就是樓中樓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一進滿 然後那個天花板就在這裡的感覺這樣 然後你要往前走 只要看到一個樓梯 然後那個樓梯你一上去之後 就是那個樓中樓的梨天花板一米一 你上去你就是整個人要這樣子 對然後那間老公很喜歡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後來還有看到什麼印象深刻的房子啊 深刻啊 結紙夾乘屋 但是他上下都是 他的格局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一進去之後 要先走一個小梯上去 然後又要走一個小梯下去 就是很像機關屋這樣子 我還記得那間叫高潮 大家查啊 南屯的高潮 他的格局超神秘 一開始其實我們想看南屯 我們就是鎖定南屯跟南區 因為我的條件其中一個是要離高鐵很近 畢竟我是常常上台北的人這樣 所以我就希望說可以離市中心也近 離高鐵也近 那符合我這個需求的其實是南屯 只是南屯的價錢會比南區再高一點 南區算是一個進可供退可守的概念這樣 然後反正我們那時候還看了很多 我們有看到一些房子圖片不錯 我們丟給小鎮 來這邊就可以體現小鎮是一個多認真的房子 我們每次看房小鎮永遠比我們早到 甚至我們一到那邊小鎮就會說 來那個房子我已經幫你們樓上窗啊 門都開好了這樣 可是我要先跟你們講 我剛剛上去的時候整個房子很悶 啊我現在窗戶開了 你們等一下上去可能不會那麼悶這樣 不然就會說什麼 這個房子我幫你們看了 我覺得你們還是可以上去看一下 但你們一定不會喜歡 真的不是每個房仲都會坐到像他這樣 他真的很近著 還有什麼我記得有 想起來了小三房 小三的房 你要記得嗎 南區 我超級喜歡那一間 我們有看到一間房子 他的格局超級完美 就是我喜歡的格局 我都叫他小三房 為什麼呢 因為那間房子是一個有錢的老闆 蓋給他的小三住的 那個房子原本的房仲 就是會很八卦 然後他就是有八卦給我們聽這樣 就他格局是你門一打開 很開闊的一個大客廳 客廳挑高應該有五米吧 而且那個人多會玩 他的那個電視牆後面貼茶色鏡子 所以他會整個把房子照得更大間 I don't know 我就覺得整間房子很有情趣 然後呢 旁邊是廚房 陽台什麼那都不重要 重點是轉上去之後呢 他把兩房敲成一房 所以就變成一個很大的臥室 然後呢 臥室裡面也有鏡子 喔 他的浴室把它敲得超級無敵大街 因為他是兩房 敲成一房 那個第二房被他敲一半去做房間 另外一半做浴室這樣子 然後他的浴室好大 他有一個超大的按摩浴缸 然後是面對一個大落地窗什麼之類這樣 然後裡面也滿滿的 整個浴室全部都是鏡子 你就可以想像他們在裡面住的樣子 可是這個房子就是 你知道小鎮有說 他覺得我們看的房子 都跟別人喜歡的有一點不一樣 那房子就是這樣 適合我的不一定適合你 可是那個房子他的地點不好 一來他離台中市區有一點遠 他是南區的邊緣了 二來他位於那種 雙向車道中間有安全島的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就叫單向嘛 就是你進出都是只能同一個方向就叫單向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會先扣分 然後再來就是他是機械停車場又扣分 不然他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動距也蠻遠的 因為他是直接面馬路 所以那個馬路是永久動距嘛 等於他跟對面就是永遠保持這個大馬路的距離 可是那個房子最大的死穴是他地理位置不好 你要知道房子未來轉手地理位置是一個決勝關鍵 你只要買在黃金地段 只要那個地方還黃金 你的房子就是黃金 可是呢很多人都是買在真的太偏遠的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收費炒起來 最後沒炒起來 然後價錢就是掉下來 所以我一直覺得地點很重要 那那個地點判斷他可能不會賠 但是也不會漲 而且最重要一點啦 就是你住在那邊交通不是太方便 也沒有離高鐵比較近 對所以最後就好理性的把那個房子放棄這樣 大概後來就這樣看了一輪之後就覺得 哇好像沒有更適合的房子了 然後我們才又再回去看那個最開始我說的那間 一千多萬的房子 因為也過了幾個月 然後疫情也變嚴重了 後來那時候銀行也降息了 那我們就想說好像有比較多的籌碼 可以跟那個屋主再談看看嘛 就跟屋主講說 欸其實過了這麼久 你的房子也還是沒有賣出去嘛 那因為那個房子不是沒有缺點啊 那房子其實有蠻多缺點 那個房子有漏水的痕跡 那個房子有漏水的痕跡 他整個都被裝潢包住啊 因為屋主是投資客 所以他很聰明 他都用裝潢把那些問題包起來 Bi 我教你們怎麼看好了 重新刷過漆的房子 如果它裡面含水量是高的 你用手去瞧瞧看 它會冰冰冷冷而且比較軟一點 這是一個判斷標準啦 但那個是比較嚴重的 含水量要很高才會這樣 那個房子的含水量是到這個程度的 當初它外面好像是花台 花台會積水什麼的問題就是會比較多啦 所以我們就跟那個屋主就是 握旋了半天 所謂的握旋就是說 我們先下一筆錢給那個房仲 然後房仲會去幫你談價錢 那那個就叫握旋金 那這個握旋金呢 一般來講不高啊 握旋金到底怎麼算 其實我不知道那個邏輯 但反正我們就大概給5萬塊 然後這筆錢呢 如果房子沒有談成就這個價錢 你們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那這個握旋金就會退給你 不會扣你的錢 可是如果談成了 那這個握旋金就會直接 變成你的頭期款的錢這樣子 就頭期如果要付100的話 就會變成你只要再付95就好 因為你已經付5萬 所以就變成握旋金不可以亂下 房仲有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有遇過那種客人是下握旋了 真的談到那個價錢了 因為通常下握旋 談成了就要簽約 可是有人就到簽約的那個過程 他突然拿出他的筊來 就那個擲筊的筊 然後開著擲筊就說 哇神明說不能買 然後他們就快速閃人 然後叫他們推握旋金這樣 就也有這種 但正常來講 握旋金只要你出了 就表示你要殺價 只要對方讓你殺成原則上 你就得要買了 反正anyway呢 最後最後最後 我們彼此都有稍微讓步這樣 然後我們就取得了一個完美的價格 就殺到1000以下這樣子 接下來 談成簽了約之後 就要開始付那個嘛 會分2到3次付 在那個房子交屋前 那交屋好像是45天吧 我記得 差不多啦 詳細如果講錯的話 我在這邊再補助一下 反正你要在這45天內 把頭期款交完 這個是中古屋 新陳屋有另外一個算法 中古屋通常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中古屋雖然比較便宜 可是也不一定買得起 是因為中古屋的頭期比較貴 然後我們算是握旋也付了 然後第一筆定金也付了 之後我們就要開始請代書 去幫我們媒合銀行 在媒合銀行這邊就是 這個故事開端了 然後一開始是 他先問我們有沒有什麼定期往來的銀行 我們就丟了一間給他 他就說 喔你這個銀行只能 那個利率帶1.8喔 那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我們有去查 平均是可以 手購是可以帶到1.45的喔 所以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1.8太高了吧 我們就說 那不然你 你再推薦我們其他銀行 然後他就說好 我推薦你們B銀行 B銀行齁 我很熟什麼什麼的 這個可以給你們1.7 我說什麼1.7太高了吧 怎麼可能 我們就是查到 就是有1.45啊什麼 然後代書就說沒有 那是你們那個人的條件好 才可以這樣 你們的條件數 不不不不不不 反正講了一大堆 然後最後呢我們就想說 蛤真的喔 然後他就說好啊不然我就再找嘛 然後代書最後就找了 C銀行 跟D銀行 都各自是1.6 那我們想說 好啦1.6應該可以談了 所以我們就 去跟C銀行 以及D銀行談 這時候因為其實我跟老公 在那個時候婚禮已經辦完了 可是我們還沒登記結婚 那沒有登記結婚的原因 其實就是礙於家裡 怕說我們真的登記了 其實會變成人盡皆知嘛 反正我爸那邊的理由是說 如果我登記了 地方派出所就會知道 我們結婚的消息 我們結婚的消息 如果被地方派出所知道了 那就會大家都知道我是gay 這樣然後我爸就不希望 遇到這種尷尬的狀況 因為畢竟我爸就是 跟地方派出所比較熟這樣 那老公的爸媽是 那時候是還完全不知道 我們的關係啦 所以那時候 我們選擇不登記結婚 就是因為這樣 但結果我們沒有登記結婚 這件事情居然在這個時候 就遇到問題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想說 我們要一起買嘛 就兩個人共同登記 結果我們去C銀行的時候呢 那個C銀行是一個外商銀行 就條件他看一看 他好像是沒說什麼刁難 但他突然就問了一句說 那你們兩個男的 幹嘛一起買房子啊什麼的 然後我的怒火都被點燃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條件不好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被稱為 浮動收入 不是領固定薪水的 就不是給人家請 然後每個月固定會有薪水會進來 是不固定的 這個叫浮動收入 那其實多數的銀行對於浮動收入 是確實在辦卡 貸款什麼上面會比較困難 對 他其實也沒說不能貸 只是因為你知道他前面先講了很冒犯人的話 然後後面又說什麼 啊你們這浮動收入可能也 帶的層數也不會高什麼什麼的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不用給你們做了這樣 因為有點太不爽 然後後來到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是一個本地銀行 去的時候他就說什麼 你們兩個人什麼關係啊 又不是那個 為什麼要買房子買一起 我在這邊真的很想問這些銀行的人 就是關你什麼事這樣 好 whatever 反正anyway呢 他就對沒有結婚的人很不友善啊 然後我們兩個要買一起 他們就說 好啊那如果你們兩個要買那個 持股百分之五十跟百分之五十的概念的話 那就是變成 吳先生你要出百分之五十 蕭先生你也要出百分之五十 因為我的頭期其實本來是要解美金保險 來當頭期的 可是我的美金保險那時候還沒有到期 再加上那時候美金是二十七 這低到不行 因為我是三十二買的 二十七解的話是立刻大賠錢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能解那一筆 我就等於沒錢啊 那我也沒辦法跟我爸借錢 所以我就變成老公得要先cover所有的頭期 怎麼講那時候就 為了這件事情很糾結 然後老公就說那可不可以 就是他把錢分成一半先匯給我 然後我再出出來 怎樣就兩個人 這樣一起把錢匯到那個 旅約保證的那個專戶裡面去 他就說不行 他就說這樣金流就是什麼 做帳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他就是各種理由 然後最後我們也就覺得那算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真的心灰意倫 我就覺得 我是至少把你的房子到底有多困難 但我們都已經辦完婚禮了 為什麼還不能名正言順的 以伴侶的身份買房 那我那時候講超多 我那時候還講說 我們那麼努力的追求婚姻平權 我們上街頭什麼 我們連署什麼 我們就是未來要 可以名正言順的活著 可是為什麼就是哪個房子 然後你又沒有登記結婚 然後他就比較丟奶 我就情緒就很激動 然後老公就冷靜的說 好 我們去登記 所以我們就選在我們的那個 交往紀念日那天去登記 我們就變成交往等於結婚紀念日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不是我說我爸就是 在那邊講說什麼 我怕那個地方派出所啊 會知道我們結婚的消息什麼的 然後我爸居然講一句 讓我超生氣的話 我爸就說 你們有一定要急著買房嗎 你們是為了買房才結婚的嗎 這樣太荒謬了吧 什麼的 我說我們不是為了買房所以要結婚 我們本來就已經要結婚 是礙於就是你們 考慮了那麼多有的美的面子的東西 所以讓我們不能結婚 那現在我沒有登記結婚這件事情 在買房上受錯了 遇到問題了 那我為什麼不能去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我爸就說那個 這樣派出所就怎麼會走 我就說好那沒有關係 我先把戶籍牽走 戶籍牽走以後 結婚消息就不會再傳到這邊來 這樣可以了吧 反正因為這件事我跟我爸吵了一架 然後我就把戶籍 暫時牽到浮游這邊來 然後等買了房子之後再牽到 我買了那個房子去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我爸這件事情 讓我更加確定 我一定要買一間自己的房子 怎麼講呢 就是我從小到大就是 其實一直家裡都沒有給我家的感覺 反正就是各式各樣的原因 那我成長過程當中 我一直覺得我想要一個自己的家 就在那個時候的那個慾望 特別強烈 就是我想要組建一個自己的家庭 這件事情 然後我會覺得房子它是一個 很實質的感覺 反正whatever 我們就登記 然後我們就一樣 就在送那個第一銀行這樣 然後只有那 銀行最後又也不算駁回 他就說 那你們以為你們是浮動收入 雖然你們現在這樣夫妻不用5050 所以最後就只能帶六成給你們 然後我就真的大傻 因為他說 他就說 到底要怎樣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理解這個 這個痛苦感 然後whatever 我們就因為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 啊算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自己找 我自己找銀行可以了吧 我不要再讓代數找了 然後呢 我就後來就想說 啊我一個高中同學 在E銀行做放款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說 那個 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協助 就是看一下我們這個 貸款的狀況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把整個事情跟他講 就講完之後 他就說太荒謬了吧 因為他看完我的資料說 1.458成 沒什麼問題啊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好太棒了 我就帶了這個開心的消息 就跟代數說 欸我同學在E銀行 然後他就是 可以幫我處理這樣 那就不麻煩你再找了 結果 代數這時候突然說 那個 我原本不是有幫你問了 那個B銀行說是1.7嗎 現在 我問到了 條件1.6 8成很棒 可以OK的 現在就可以去辦了這樣 我就說 可是我同學已經要幫我處理了 他說不用啦 你同學那個 他1.45騙你的啦 一定不會低於1.6 你就直接去B銀行 我已經幫你談好了這樣 我就想說 可是我還是等等吧 就因為我同學已經 在幫我處理了 在幫我問了這樣 大概到 當天下午 我就接到那個代數的電話 他就說 你們是不是要去那個 E銀行的某某分行 我幫你問過了 那個就是1.6 然後可能連8成都沒有 所以 你們直接去B銀行辦啦 這樣子 我就想說 我明明就沒有告訴他 我在哪一個分行辦 我只有跟他說我在E銀行 E銀行 全台灣有這麼多分行 他怎麼會知道我在哪個分行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 我同學這時候就打給我 他就說 欸 你的代數是不是怪怪的 你的代數 打電話來我們的這個分行 然後就是找我們的哪一個同事 說是他認識的人 然後他就跟那個同事說 我們只是在比價 所以不要給我們太低的利率 給我們1.6以上就好了 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傻眼的 我想說 代數可以做這種事喔 然後我就說你確定嗎 是我們的那個代數打電話 他就說 對啊 那個代數是要XXX嗎 我就說 對 他就說 欸你這代數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已經幫你問好了 你這個1.458成真的是沒有問題的喔 你要不要就在我這裡辦 當然我就想說 我寧願信我同學也不要信這代數 因為畢竟這代數就是很怪 然後最後呢 我就跟他說 欸沒關係 我同學已經跟我說 1.458成沒有問題了 那我就在我同學那個E銀行貸了 這樣 那B銀行那邊就不用了這樣 代數居然惱羞成怒 他就整個大惱羞成怒 就說 欸我到底要不要你談好了欸 在耍我是不是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柏拉哥 請問一下 當初是你跟我說B銀行只有1.7 我也沒有要求你再去跟B銀行談條件 那你自己要去談條件 又不是我叫你去的 那現在我不聽你的話 我沒有順著你去B銀行那邊 怎麼了嗎 你是跟B銀行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掛鉤是不是 我 我們有抽穿他 打給E銀行的事嗎 沒有 我們後來好像沒抽穿他 反正我們就說 你到底有什麼理由 你到底有什麼原因 非得要我們去那個B銀行 你跟B銀行有什麼關係啊 然後反正那個代書後來就不太理由 我們後來就都對他的助理啊這樣 然後反正anyway 我們就最後在E銀行貸 然後就是1.4然後8成這樣子 然後就順利買到這間房子了 那你要說你不給代書錢嗎 我本來很生氣 不想給那個代書錢 可是因為我們後來算了一下 就是該給人家錢還是要給吧 可是我之前那時候怎樣 啊我知道 因為那個代書報價來 他後來都沒出現 都他助理出現 然後後來他報價不是給了一張 很不明其妙的報價單 然後那個上面的收費就是高到傻眼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問了其他代書說 這個價錢是合理的嗎 但他們是說他是算是在行情內的高點 就是他報的每一筆都是行情內的最高 所以他也沒有違法 那因為剛好我們那間房子 其中一個缺點就是他的土地是 是兩筆土地 那因為土地這種東西呢 在就是登記的時候 一筆土地就是一個費用 所以我們是兩筆土地 就會增加一個費用這樣 然後反正加一加之後呢 要給代書的錢很多 可是因為我實在太賭來那個代書 我就超級不想給那個代書錢 然後我就拖到最後一天才給他錢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做了一件事情 那時候很不爽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 就是確定貸款完 然後簽約都好了 然後他本來就是當場付現 付完他就要走了 然後他就問我們說 是要付現還是要匯款 然後你就說 讓我們想想一下 還沒有要給你錢 我好幾百喔 我以為我就很不想付他錢 我就想說 我就說沒關係 他要給我爆美一筆的行情內最高價 那我就拖他拖到我付款的期限 最後一天我才要給他錢 反正代書的事情已經過了 因為這件事情 我跟很多我買房子的人講 他們都傻眼 他們都說哪有這種代書啊 這代書也太奇怪了吧 唉 whatever 為了這件事我還念小鎮 我還說小鎮啊 這代書不是你們公司配合的嗎 這代書怎麼回事 但whatever 反正就是小鎮是個認證負責的人 我也不好意思怪他 然後我們就買到這個房子了 然後因為這個房子 其實它是代租約的 就是裡面是有住人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立刻住進去 所以我本來的策略是等 幾年就是等約快要到了 大概剩下一年左右 我就開始 那邊的租客就不再做續約 然後讓他們搬走了以後 我再開始整理那個房子 然後都整理好以後 然後我再開始陸續搬過去 我就覺得這是我完美計畫這樣子 對 那時候我還記得老公 在處理這房子結束之後 他就跟小鎮說 唉這房子呢就是 雖然一切都不錯 可是他的屋齡真的好老喔 就是唉二十幾年的房子 真的是蠻老的 然後小鎮那時候笑笑 跟我們老公說 阿不會啦 我覺得齁你們應該兩年後 就會再買一間房子 然後老公就跟他講說 怎麼可能 哪有那個錢啊 只能說 小鎮是個大預言家 因為在兩年之後 也就是2022年的現在呢 就是我們目前就是買了 第二間房子 但這個故事呢 我想說等之後 完全都 塵埃落定確定交屋以後 我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現階段就是 還沒交屋啦 這樣子 但可以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就是我們不是已經有 養成看房子的習慣嗎 所以其實在這兩年內呢 我們三不五十在路上 有看到不錯的物件 其實我們都會留意一下 或是591都當IG在滑這樣 然後這個第二間房子 就是在某一天的凌晨 然後我就591一刷 更新了一筆物件 我想說 沒看過這個房子 我再給他點進去 而且喔神奇的來囉 他的格局 跟那個小三房 滿像的 他就是一打開進去挑高客廳 然後整個視野開闊到不行 那個陽台直接看出去 前面全部都是到天錯 Anyway 就這間房子我就好喜歡好喜歡 但這個故事我覺得我們等到 整個房子都完全成交以後 我們再來講好了 我們現在還在銀行審核的階段 所以呢 第二間房呢 一樣也是在銀行這一關 讓我們覺得頭很痛 所以就是等第二間房確定有買到 我覺得再來跟大家聊好了 以上是我們買第一間房的這個 心得啦 那我自己的話還是覺得說 有一間房子 心比較安這樣 會不會有點太老派 有嗎有嗎 吳先生你有心比較安嗎 有吧就不會老了沒地方住啊 你現在有沒有一個真的成家的感覺 即便我現在看了第二間 當然更接近我的理想嘛 所以我就是會比較傾向於住第二間 因為第一間房子 我也只能感謝說前一個房東他是 投資客 他把它整理成一個很適合出租的物件 所以現在那個房子收租金其實 來抵那個房貸是完全cover的過去的 所以我覺得也是 目前在策略上有點小改變 就是覺得雖然那間房我很喜歡 可是我評估如果要改造成我喜歡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工程款應該一百要喔 可是這樣其實就是又要大新土木嘛 那我後來有點轉念就是 因為我剛好陰錯陽差看到我剛剛說的那間房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 是時候我就再讀一報 而且剛好 你說這個世界真的是怎麼樣 這支影片怎麼結束不了啊 喔就是我的美金保險 現在美金又回來了 好了就是因為這樣才有錢可以買第二間 總之以上是我第一間房子的分享 那如果你真的是心裡打算要買房的人 我就建議你從多看開始做起 不要覺得它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 你要先開始出發 你才有機會實現夢想 好啦那大概就這樣囉 那之後有下一間房子的這個故事呢 就期待再跟你們分享囉 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下次見掰掰 5分鐘 5分鐘 6分鐘 7分 3分鐘 5分鐘 3分鐘 5分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